台中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rika 大家好 我是Shar 我們今天來到台中了 台中 其實本身我是一個台中統啦 所以這次呢 我一定會整理出不一樣的台中型 而且我們這次 不一樣的是有一種文青的感覺 像這邊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這個叫胃無胃 對 它就是主打養生餐嗎 對養生餐 而且這邊是老無感見 其實我這次挑的點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屋改建的 可以跟文化做結合 然後大家也好拍照 東西也好吃 是不是很強啊 好啦 期待一下囉 好 我們等一下就進去吃東西吃吧 走 耶 我們的餐來 這餐也太豐盛了吧 要開吃囉 我們先吃沙拉好不好 好啊 它是典型的地中海飲食 豆沙拉 嗯 我喜歡 對啊 我剛剛已經看它很久了 因為我玫瑰控你知道嗎 哇 這個女生一定很愛 這個滿滿膠原蛋白 那個玫瑰的香氣好濃喔 這裡的菜單是以食療為出發點做設計的 老闆娘非常的用心挑選食材 所以啊來這邊吃飯啊 不僅餐點好吃 而且還健康無負擔喔 重點是啊這邊還得到了第七屆台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牆 而且牆壁上的壁畫還是去年亞洲速寫年搬安台中的時候 世界各地的畫畫好手所畫下來的台中街景 所以啊來這邊吃飯不僅可以好好的放鬆享受美食 而且還可以感受到滿滿的藝術氛圍唷 我們現在在台中文化園區裡面有一個生活設計館 這個設計館裡面其實有很多就是那種手作小物的點 對啊就像我們現在來到了 福氣事務 工作室 福氣 福氣的意思是什麼啊 福氣就是福氣的意思啊 希望來這邊的人能把這個福氣帶回去 對帶回去 那我們先去看嗎 走吧 這些都是你們自己手做的 對我們老師做的作品 那視頻你們這邊有做教學 對也是做教學 就在這裡 真的嗎那我們可以 好我們現在要開始做我們的DIY了 那這是我們剛剛敲好質感的 這個是鐵條 什麼老師 銀條 銀條 我們等一下準備要在上面 敲上我們的名字 我是要敲名字啊 你要敲什麼 我待會平感覺 你先敲啊 OK好 好像應該可以了 哇超會敲 好我要繼續把它敲完 有差嗎 失敗了 我敲粉了 等一下要先退火一下 退火 對 然後添添它 等一下它怎麼那麼軟 因為這個有退過火 所以它比較軟 老師說把它燒到全空 好然後 好緊張喔 丟進去 好這樣等一下就可以捲起來了 然後 什麼事 老師它上上下下的耶 我的同袋 好像蠻簡單的結局 對 我怎麼沒有想到 好笨喔 你剛剛是敲頭嗎 對敲 當然 這是老師剛剛幫我們加工過的產品 差很多耶 好精緻喔 好喜歡 謝謝老師 耶 我們得到我們的產品了 那我們要去check in 我們去了 走吧 謝謝老師 好 OK 這就是藍間飯店喔 我們再進去吧 我們再進去吧 好 這就是黑箱 之前我跟我們來拍的 就是這個 好棒喔 我在幫你拍照 我們先去 另房間 謝謝 他給我們兩個放卡 就是怕你忘記帶房卡出 就這樣燒可以多一點 找不一樣 哇 還在支持 好嗎 這樣子嗎 好 南天飯店 除了自己本身工業風的設計 以及IG 大家常常打卡 那邊行李牆之外 他還會不定期的展出 藝術家的作品 像我們這次來 就是張家銘老師的作品 老師的作品 非常有趣喔 他可以讓觀眾自己來詮釋這個畫作 而且除了在特定的場合 可以看到作品之外 其實在各個樓層都可以找到 藝術家的創作唷 我們現在要來開箱房間 我好期待喔 超滿 臭生 嗨 一大塊吃飯 要吃飯 打擾了 歡迎來參觀我的房間 我要把這個拉開 我的媽呀 這裡也太美麗了吧 我早上還可以出去喝杯咖啡耶 超滿咖啡機耶 耶 還有這個 Trainings的茶包 嗚 有浴缸 嗚 好了我今天晚上要好好泡一下澡 我覺得我太疲勞了 不錯耶 還幫你打馬賽克一看 欸真的耶 真的耶 外面也都看不到我 他說馬賽克 我現在要好好的去翻滾我的床 對 Goodbye Bye 下一件 登登 現在來到下午茶時間了 所以我們現在新發題 要吃拼時間 終於現在夏天真的是要吃一下 因為這間店其實在台中 已經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店 真的喔 現在來通吃冰都會想要醒發 這個老闆剛剛說是最有名的 蜜豆冰 欸好熟悉的味道 香蕉油喔 這就是香蕉油的味道 對 很久以前的人才會用香蕉油吧 對 現在好像就很少吃到 對 很少耶 好再來這個呢 是燒麻糬的套餐 它花生粉的味道很香耶 我覺得要這樣分開耶 它會硬掉 對 會硬掉 黑糖珍珠玄冰 它比較像 燒糖牛奶糖那種 對 因為最近很流行這個嘛 珍珠奶茶系列的 還有附濃縮咖啡 它是咖啡的糖耶 它是咖啡熬出來的糖漿味道 我覺得它痕跡很特別 還有看到後面的彩色這個牆嗎 老闆 剛剛拍了幾百張照片 它是用那些糾間來拆下來的酒木條 把它重新拼裝成這面彩色的牆 其實我剛剛沒有注意到它的糾間拆 注意到它的色彩拼出來 哇 我有浮沉 而且你看像旁邊這些窗框 就是說老闆娘是從台南把它入上來 就是特別為了要營造這個復古的感覺 就覺得坐在這邊有一種清涼的感覺 我覺得磁磚就是會讓人家覺得 欸 涼爽 推薦大家來 所以這邊就是既涼爽又有時代的歷史的感覺 OK 繼續吃冰吧 我們等一下去下個點囉 我們現在在台中文創園區 其實這時候是很多人會選擇來台中玩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其實有很多一些藝文的展演啊 或是它裡面還有一個可以逛街的地方 裡面有很多文創小物 你說像華山那樣嗎? 對 其實很累 這邊還有一個叫HADA的 HADA 方舟 音樂藝文展演空間 這邊是一個舅舅常改建的一個展演空間 像我們今天這裡就有 紮露高中吉他車的城巴 那我們現在可以去看看 特別的是它現在也還有買一些餐點 對 我們去看看 這個展演空間呢 江秋環保 對 用的是紫西瓜 我覺得非常的棒好嗎 這杯是香蕉可可冰沙嗎 對 嗯 剛剛就是這邊的負責有說 他們這邊沒有什麼兩柱 因為你像華山的烏梅那邊 可能還看得到兩柱 那這邊的話 因為是日據時期搭建 那他們就只有橫的這種 所以在這邊做展演的時候 就不用太擔心所有沒有什麼視角遮蔽出的問題 它裡面是有鋪黑膠地板 那外面是可以做一些不插電的演出 像是不插電的其他脫口秀 什麼的都可以在這裡 所以大家如果來文創園區的話 可以來碰碰運行 看這邊有沒有剛好有展演 自己想做一些小巡演的啊 這個場地我覺得蠻好 就比如說我個人想做一個巡迴脫口秀啊 嗯哼 可是可以來這邊啊 OK 大家要期待 大家有說他要做巡迴脫口秀喔 明天 OK 那我先喝個飲料休息一下囉 OK 我們休息一下 好累喔 OK 第二天早上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要來叫Erika請窗 早安 早安 早安啊要出門囉 等一下小姐 你是化了全妝然後在刷牙嗎 沒有人會這樣覺得嗎 你的口紅都掉了耶 等一下被補掉了 是嗎 要多久請問 五分鐘 好 我們等它五分鐘 五分鐘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地方呢 是台中文化園區的生活設計館 生活設計館 我們現在要去以前玩一個很酷的照相館 它有很多就是歷史的照相機 像是這一台 我們馬上來拍一下 馬上就拉起來 等一下 你先去問一下人家怎麼用吧 我們 哈囉 小張 你好 小張 你要我們用這一台嗎 好 那其實這一台啊 它是我們叫雙眼相機 它是拍裡頭相機 喔 所以等一下就直接畫我照片頭 馬上拍馬上就 太好了 幫你們拍一張啊 好啊 可以嗎 一二三 好 好 好累喔 一般人來也是可以使用這台相機 我會幫他們拍 但是我真正拍不會用這一台 真正用到的是另外一台 就是那一台 它是可以用的 真的假的 它是可以用的 真的假的 它不能動囉 好 好 來我們看鏡頭 預備 3 2 1 OK 好 拍完了 我眼睛好乾 這是在50年代的阿富汗 那邊照相館比較不盛行 所以用這種行動的方式 放鬆拍大陀照 要配合音效 欸 嘶 嘶 嘶 好厲害喔 而且這張照片拍得滿好看耶 它慢慢浮出來 我們的照片洗出來了 很好看耶 對啊 我想要進去看一下裡面還有什麼可以參觀的 走吧 這是做教學用的 喔 這裡還有做教學 有的 可以洗照片 喔 那它這個洗出來會長什麼 就是我們叫藍賽堡 你們有去過台南藍賽堡嗎 嗯 就是類似那種藍色 然後洗出來的照片是藍色的 啊 好特別的原理喔 好啦 如果大家來文創園區的話 可以來這裡 我覺得我們身邊有很多朋友 一定很愛這裡 真的 因為我們身邊很多這種 愛拍照的文青 你們就是可以來這邊來看看這些底片相機什麼 然後學一下拍照跟攝影的技巧 如果你們是來這邊玩玩的話 也可以進來走走 讓老闆幫你們拍下一張美麗的照片 我們現在回家做紀念囉 我要做飯了 那我們就去下一個地方吧 走吧 走吧 來台中要買伴手禮 伴手禮 你想到的是什麼 太陽餅 我們現在在全安堂太陽餅博物館 那我們先進去買 來 吃看看囉 好 所以傳統味道 麥芽口味 試試看喔 這邊很酥 我爸媽剛好很喜歡吃太陽餅 所以我這次來台中要買多久 我很喜歡吃太陽餅 所以你只要買自己吃的嗎 太陽餅 這邊還有DIY 對啊 欸 可以自己做太陽餅嗎 好啊 你除了吃太陽餅以外 你們都沒有做過太陽餅 欸 所以其實可以自己來這邊DIY做太陽餅 然後帶回去欸 好 應該要早點餘了 蛤 那我可以去看一下嗎 我想說下次可以帶我媽來 所以是從擀麵皮到那個餡料 從包裝開始 材料我們背起來 因為背材料畢竟時間會比較長 這個烤烤烤多久啊 烤十分鐘 十分鐘就好了 因為它溫度很高 所以大家下次來要記得先預約 就可以來這邊DIY體驗做太陽餅囉 那我們這次呢就先買回去就好了 來這邊啊除了可以買伴手禮 還有體驗DIY課程之外 樓上的展演空間啊 還有關於太陽餅的展覽 可以了解台中太陽餅的歷史與淵源喔 我們買到太陽餅了 走吧 下一個點是 忘記了 我們現在來到草霧道廣場的樓下 這裡叫做曼聚落 你知道這裡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連草 草什麼 草霧道 我也不知道草霧道 你真的很不了解 草霧道其實是台中一個還蠻有名 大家都會來這邊逛街的一個地方 來台中如果對這些文化小物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草霧道 對 走 它好可愛 它的包裝 這是台灣的什麼 它這邊常常會有一些笑心的側展 是不是很特別 就是在這種賣東西的地方 像那個就是展鄉民用語嗎 對 這我超愛一種要買 來 面面巨大 嗯 這個展的名稱 然後堆移到做面膜 喔 它應該這一塊是以台灣為主軸做的設計吧 好 我們喝杯茶休息一下 我幫你點的這個是清香烏龍的冷泡茶 我們台中兩天夜旅行呢 就在這邊做個結束 你覺得我這次安排怎麼樣啊 根本都是有一個藝文的亮點 是不是 有沒有 你感覺到了 我感覺到 你感覺到我的小巧思 就算我不常來台中 但我對台中的印象 我才是這樣子 其實這次我們去的地點呢 剛好都有跟台中市文化局的藝術亮點做一個合作 他就把台中這些有做一些藝文相關的店家做一個串聯 嗯 所以讓台中這個城市呢 充滿一個藝術的氛圍 下次我帶你去別的地方玩 我還沒介紹完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這個藝術亮點其實有很多地點啦 它有像銀行啊 醫院什麼都有 所以你們如果是從事藝術相關工作的朋友 也歡迎在下面 可以這樣來策展嗎 可以 其實我們今天去的很多店家都有很多很適合策展空間 所以大家可以上網地區搜尋你們如果有需求的話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掰掰